音樂 觀眾朋友歡迎收看台灣網站 歡迎投資 我是廷豪 歡迎蕭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蕭老師 這個錄我們技術分析教學 已經好一陣子了 不知道有沒有合作 有沒有半年之久了 有有有 有有有 今天我們要探討一個 從來沒有探討過的一個操作方式 是 隔日沖 其實蕭老師很大膽 其實隔日沖它風險其實滿高的 如果說完盤之後 這段期間發生什麼消息 隔天股價很難說得準 不對 其實我覺得隔日沖 風險比起當沖小的很多很多 可是當沖當天就可以獲利了結 或者說停損出場 隔日沖 你今天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出現什麼消息這可說不準 我是覺得說 其實隔日沖你應該去算你的成功率 你如何讓你 我們假設 一個禮拜五天 你做五個交易日 你可以長期下來 每五天贏四天 我覺得就算OK了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不是用大家平常一些想法 而是在於 你如何找出一個對的模型 然後你套用這個模型 很多朋友也許會想說我去變動一些技術分析的指標 其實不對喔 隔日沖跟我們一般在篩選個股是不一樣的 我舉例喔 隔日沖要成功的最大一個 只有一點 就是你要能夠撐過利空 不對啊 如果我隔日是要衝 我是要空它怎麼辦 不講空 空就是說 你要尋求空的標的 是OK的喔 那你怎麼看呢 利多根本沒有能力帶動股價上揚的 有很龐大的利多 可是股價根本漲不動 這種個股你要站在空方 好 所以第一個先不看技術分析 不是不看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裡面喔 我舉例喔 技術分析裡面有趨勢 有同時 有反轉 對不對 好 再來喔 有循環 然後裡面 循環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比對 技術分析裡面有一樣叫比對 什麼叫比對 我拿我所鎖定的標的物 跟其他的 不管是類股 或整個大架構 水平比較 做交叉比對 一種叫縱向 一種叫橫向比對 對 中軸跟橫軸 你交叉比對完之後 去尋求當利空來臨 並且怎麼樣 該標的股它可以撐住這個利空 我不受它的影響 那整體上我們長期觀察 像這種案例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它一定長 是背後有一隻手在撐的意思嗎 不是 因為 背後那隻手它跑不掉啊 這麼多利空 它都還守得住 因為它一個人在裡面啊 你們都跑了 我只好自己撐啊 那它敢撐 它一定對該標的未來有相當的信心嘛 不然它怎麼會撐 所以整體上你要去做交叉比對 那我這個個股的水平比較 我要跟什麼來比 跟類股來比嗎 跟大盤 跟大盤 第一個跟大盤比完 你也可以跟類股比 一定先比大盤再比同類型 同類型的個股 舉例 金圓 代工 半導體 銀建 金融 做交叉比對 我舉例我們先講一個比較簡易的 各位請看 我們這個截圖的日期是在 5月25號 5月25號是禮拜一 我們先看5月22號的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你問我當天發生什麼事其實我也忘了 其實我也忘了 我真的也忘了 可是我們從圖表裡面可以很清楚看到 5月22號是開高 對 對不對 他一定有利多嘛 不然怎麼會開高盤 然後開高呢 是不是一路走低 對 他一路走低喔 各位靜靜看5月22號就好 不要管5月25號 5月22號開高走低 可是呢 在中場中間這個中場 中喔 他是不是有出現有一次的一個反撲 對不對 然後收最低嘛 你就知道有三個點 第一個叫開盤的點 第二個叫盤中的反撲的點 第三個叫收盤架 你就已經知道了 三個架構 從這三個架構裡面你要去比對 比對什麼 我今天去買一檔標的 我希望明天賣出我會贏 對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找出比大盤來得強的標的 就是當利空在跌 我不跌的 那你就可以去買進了 那你怎麼比對 一個比對開盤 第一個比對盤中的反彈 第三個比對收盤 因為行情是這樣一路往下的嘛 這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經常講 當利空來了 也是你在檢視 你手上的持股 我懂很多人會說 當利空來襲 你才可以找到那些被錯殺的股票 對 你要檢驗 你要檢驗 我們講 玻璃堆中篩選鑽石 是 玻璃跟鑽石眼睛一看都長一樣 你怎麼篩選對不對 好 你就把你的設備 拿出來照 我們來照 我們先舉第一檔標的 這個是不是0056元大高股息 對 5月22禮拜五 好第一個喔 第一個它跟大盤一樣是開高 對不對 中場是不是一樣有出現反彈 走勢蠻像的 蠻像的 可是尾盤幾乎它比大盤好一點點 可是還是一樣 也是收最低啦 收最低 那我請問你 我假設我是定期定額 我可不可以在5月22號做買進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為什麼不25號再買 我講話就 事實就如此嘛 我今天要買任何標的 我縱使我不是做短線的 可是我在買進的那一天 我最起碼要比對出 我今天買它明天不要跌吧 對 對 我今天買它明天又跌 我第一天心情就不好了 所以你要比對 好第一個 隔日衝你要比對出能夠熬過利空的個股 就是說我要當利空來的是最佳 其實0056也不是說什麼這個 受到利空很大衝擊 它就是隨著利空往下 不是 它等同大盤 等同大盤 它幾乎雷同等同大盤 但是如果0056 各位朋友一樣 你在未來 你發現它比大盤強 那不得了了 那你該買的就借個錢 它會有一次無形的手 對我覺得就是如此 特別是我舉個案例 我們看到 5月份 5月份 5月份0056的成分股做調整 對 好有些被剔除的 國巨被拿掉我很開心 那個不重要 像國巨大成鋼 那有些被 零選上的 那零選上呢 交易所給它5天的時間 為什麼因為股本太大了 市值太大了 它怕造成整個行情波動加大 所以原本3天把它拉長成5天 那你就可以去觀察 這些被零選上的 接下來的走勢 這叫1 第二個 你要去看 同樣是0056的成分股 你要去找領先的 你才能擊敗0056 尤其是年輕人 我覺得 你如果年紀跟我一樣的 那就算了 就0056 就定存 定期定額了 但是你如果是年輕人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子 對 因為你未來還有很長的時間 你要去做比對 比對出5、6裡面 領頭養是哪些 不過0056因為 它也算是30家重要的全職股了 它不算全職股 它不是全職股 雖然高股 它是高職利率 對 但整體市值 它也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它跟大盤 其實本來就會有連動性 對吧 很難沒有連動性 有連動性 可是跟大盤的漲跌幅度會不同 我們講太遠了我們要回來處理 對對對 我們看台積電 來一樣 台積電跟大盤在22號一樣 也蠻像的 它會開一路往下跌 中間彈一下 中間那個彈幾乎沒有彈 最後收最低 更糟糕 然後連彈都不彈 請問 隔日沖 我可以在22號做買進嗎 不行 當然不行 失敗 我們再看下一檔 這個叫 群聯 群聯 我們都舉全肢股 一樣 開高 中間 彈都不彈 更差 可是它還是在平盤以上 那沒有用 第一個它中間更弱 它也告訴你它有夠弱 像這種個股理路上是做空的標的 隔日賣 這種個股就是 前日賣不是隔日賣 我們剛剛看的每一個標的都是隔日賣 就是前日賣 我今天賣它 明天我再回補的 對 就是說它比大盤還爛的 還差的 不行 我們不能只教大家隔日賣的 我們要看一下有沒有隔日買的 好來 所以我們來看 來 可誠 各位請看 5月22 你看中間 跟尾巴 請看它跌不跌 它不跌 好再來 我在中間 寫個BUY買進對不對 可是我提醒你上面打一個X 那你不是標準的買點 為什麼 你又不是做當充 它跟尾盤差不多的價格 我們這一集 每一集有每一集的主題 我們這一集不是叫當充 我們這一集是在做什麼 隔日沖 我追求的 我不要有時間風險 我把時間風險降到最低 當我進場的當天 不要忘了 我們是在比對 我們比對大盤 對不對 大盤是一路再跌 你幹嘛去冒那個風險 等尾盤再撿一下就好了 對 你等尾盤再進場 因為你隔日才要做賣出了 我們22禮拜五 所以你應該在尾盤才做買進 這個25就 可成 成功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來 祝大家 順利成功 我們來看台灣高鐵 一樣 中間不能買 一定是接近尾盤 對 它比大盤強 它也不跌 你買進 隔天就要成功 再來 中豬 開盤雖然有高點 中間有一個小反盤 不理它 可是它根本不跌 尾盤做買進 隔天都成功 然後再來 雖然這是在盤下的標的股 我們看國光 我們這邊 抓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它在平盤以上 或平盤以下 根本就不是重點 我們看的是整體的走勢 的方向跟大盤的連動性 這檔就有意思了 各位請看國光升級 好 我們先看5月22號 第一個 它被分價 就是說因為 它被連續被警示 所以呢是不是被分價 對 理論上分價叫什麼 叫利空 你被分價了 就是 主管機關已經在提醒你了 立馬拜託一下 不要這樣子 好 這就是個利空了 再來我們來看 中廠 它領先 它領先大盤 大盤一路跌 它就開低 是不是走高 大盤在反彈 它往下跌 所以你不要急 雖然它比大盤強 你就等到尾盤 在做進場 你還是會成功 所以我們今天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第一個 隔日衝跟當衝的條件不同 因為 你所操作的方式不同 你面對它 你在抉擇就不一樣 如果是隔日衝 你要把成功率拉高到最大 記住 你進場當天 我們來看合數 其實也一樣 你要等到尾盤 你不要急 縱使 比方說你中廠 進場可以買得更漂亮 不要急 你寧可尾盤就做買進 因為你是隔天要做賣出的 對 它在當天可以撐過強大的利空 代表 特定人在裡面 它不走 它敢不走大盤利空 它不走代表 它針對該標的 未來它充滿了信心 所以它才敢去擋 它敢在那邊擋 像這種個股隔日衝的成功率 肯定會非常高 背後有一隻無形的軸 一直在推著你 這種感覺 你也不管 它肯定有人在裡面守 不過老師 我現在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 竟然中間也不用看 因為反正 盤中時間 不是隔日衝要買的當下 對 那我可不可以就看開盤 和收盤 它整體的斜率 跟大盤比起來 有沒有比較斜 或比較平 我只要看 整體的一個走勢的方向就可以 中間不用管 中間理論上是不是很重要 對 當然 因為你最主要是看 它整個結構的對比 對 就是說第一個 它在對比裡面 它必須要展現出 你一看 很清楚 它比大盤強 至於斜率 我覺得OK 是可以的 就是你比對完之後 那符合這種標的 你就可以在 不要急 你一定是在 接近尾盤的時候 你在做進場 那相對的 可以把時間風險降到最低 拉高你的成功率 感謝蝦老師今天的講解 其實 這種隔日衝的方法 我們從來都不建議大家說 聽了老師的話 現在馬上就要去做 老師那麼收購 所有的技術指標 都可以拿來做回撤 即使你不想做回撤 你想先做套用 你都可以嘗試著先做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看整體的一個操作方式 準不準確 因為我們要知道 其實當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一個股價它具有波動性 有沒有人在做當日沖中華電的 很少啦 對不對 所以它跟股系也有很大的一個相關 對不對 老師 所以整體的一個狀況 觀眾朋友還是可以多多來套用 如果你有任何細節的問題 隨時歡迎你加入蝦老師的Telegram 還有Line at 隨時跟蝦老師來做一起互動 觀眾朋友節目到這邊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感恩蝦老師 感恩各位